詞曲 李宗盛 唱歌唱歌 你永遠過祖祖阿 夏季風 當勤雙 誰人坐著地遊間 有的想賣對你講 不知道湯漾湯 多一行 更有百行 百分修百秋冠 隨地你走走走 對 歡迎收看今天的月光飽和 是的 真的是很抱歉 讓觀眾介紹了 你好不容易開口唱歌耶 是…主持人進來電檔一下 今天到底是為什麼 你突然可以答應我們這個要求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經典的台語歌曲男女對唱 所以妳剛剛唱的是男生的部分 都幾夯 我本來是想挑戰更長的曲子 但因為大家勸我不要 所以我還是 哪有 每個人都勸妳說多唱一點… 是… 所以我們今天要唱很多很多這個 經典的金曲 名男女對唱 是的 然後我們為大家排出了這個前十名 然後同時呢 我們也請到這個 老師們還有樂手們 一起來分享男女對唱的一些故事 是的 今天的Doctor Music 我們要歡迎的是陳子虹老師 今天的Doctor Music 是知名音樂製作人陳子虹老師 知名作詞家丁曉雯老師 以及歌曲創作家和歌手游鴻鳴 為我們介紹台語對唱情歌 然後今天的月光歌手呢 也都是第一名來著 是的 是各大比賽的第一名喔 是的 我們首先歡迎到的是 許富凱 而月光歌手則是選秀節目 百萬關注許富凱 選秀節目冠軍方又欣 以及各大選秀節目 常盛軍吳申梅 為我們演唱今天的歌曲 這是個人首張專輯思念無罪 然後也是我們子虹老師 特別為我製作的 來 謝謝 子虹老師對唱歌曲也有上榜喔 對啊 今天也會來戲俗 是…看等一下子虹老師 願不願意開金口 是 唱一下自己的歌 對啊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經典台語對唱歌曲的 排行榜前十名 第十名是 我覺得是沈文成的古今亞咪咪 我覺得是沈文成的古今亞咪咪 從小都聽到大語 歌曲很感人 所以在KTV都會唱 第十名就是沈文成的古今亞咪咪 這可是沈文成對唱情歌經典 古今亞咪咪是沈文成跟張迎仁所演唱的 這個專輯至於會大賣 然後會這麼受歡迎 可能跟那個時候夜市的這個行銷方法 是不是很有關係 老師 因為那時候台語歌夜市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宣傳的管道 然後那夜市的攤販就在放 就放成這樣專輯 就放著放著 就很多經過的人 就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都會停下來問說 這什麼歌好好聽喔 後來就在夜市這樣蔓延蔓延 這個就紅了 那個紅到 當年就是連沈文成自己都被 摳回唱片公司去包裝 去接 來不及出貨 對 出貨出貨來不及 這首歌好像是沈文成自己的一個故事 對 因為聽說 這原來是沈哥他自己的故事 因為沈哥在出道以前 曾經有一個非常好的 論及婚家的女朋友 結果後來不幸因為車禍往生了 那因為他思念過度 竟然在夢中真的見到他女朋友 而且幾乎每一天都做夢 夢到跟女朋友呢 就在聊天 聊很多的生活上面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就有這樣的靈感 就寫下這首歌 所以那首歌到最後一秒就是 只能相見在夢中嘛 只有在夢中來殺人 對 聽說這首它是真實故事 其實我覺得這種有故事的歌曲 就會打動人 因為我們大家都會有那個感觸 所以今天就來聽一下 顧驚雅明明 請林俊逸跟方又欣一起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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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這麼多年大家在KTV還是點唱的排行 但是這還好是 還是很紅 還是… 還好是這個你的Key很高 如果男生的Key如果一般 降Key一般 那女生 想要 對 那就真的夢中來殺人 感覺就怪要 就很恐怖了 其實大家沒有發覺 這首歌很少有人翻唱對不對 對 雖然它這麼紅 對 對 因為沈哥的Key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所以要能夠找到對唱的人很難很難 好啦… 是不是男女 我誠實地說 沒關係 你不說我們也不會知道耶 對…我怕那個學 這個觀眾的耳朵是學亮的 對… 但是常常我們那個男女合唱的歌 是不是很難寫 因為男生女生的Key本來就 對 男女歌手一定有一個人是主Key 可能是她的專輯 配合 要保護她 對… 基本上讓另外一個人 也不能太難看 像剛才主持人開場就 不是 就很好啊 就妳可以再多發揮 就可以再多發揮一點點 對 就是 那個女生唱什麼Key 都是一樣的結局 所以我們剛剛聽到的是第十名 接下來看看 金榜的第九名是哪一首歌 龍千玉的男人情 女人情 看本土劇的時候都有聽到 所以大概有那個旋律 心愛的 才會把這段金床的心肝頂 當然是男人情 女人心 第九名的男人情 女人心 就連觀眾都能朗朗上口 唱上一兩句呢 真的是2001年龍千玉 跟袁曉迪所合唱的 你看我們的觀眾太可愛了 對 我們這是音樂性節目 是 這一首歌其實第九名的原因 有可能是跟當時的這個 電視劇八點檔每天強打有關 當時是三立嘛 三立的八點檔很夯啊 我記得是台灣阿成 是 台灣阿成 台灣阿成不只台灣紅 紅到這個大陸延岸的城市 尤其是福建 廈門這一帶 真的很紅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們在那邊有 常常舉辦這個兩岸的 閩南語歌曲比賽 尤其是在對岸 但辦總決賽 一路從海選到這個決賽 然後到最後的總冠軍呢 這首歌通常都是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 對 因為這首歌是 最受歡迎福建哥第一名 這個是大陸的朋友選出來的 真的很紅 其實戲是一回事 可是他後來可能是有一些情節 比方說這首歌很多 這個台商朋友去那邊 有時候休閒活動嘛 就是點一個這個知心 紅粉知己一起唱 這個歌在酒店文化裡面 就慢慢慢慢的流行起來 真的大街小巷 不是只有酒店 大街小巷 像這個閩南地區 東南沿岸 所以這首歌是真的是 打遍天下無敵修 像我去福建也是啊 像我就不小心撞到陳子手 不要亂講 沒有 我是真的去那邊演出看 聽得到這種情況 歌詞的內容 也是在講異地的戀情 對啊 就兩地相思 對… 所以正好其實大陸開放了之後 兩地這種戀情似乎非常的多 不管是正常的 合法的 還是說可能地下的 都有 所以這首歌今天要來唱一下 是 那我們要請這個許富凱跟吳申梅 一起幫我們唱這首 男人請女人心 謝謝 謝謝許富凱還有吳申梅 台語的男女對上 在KTV的時候特別好玩 對 因為大家可以練習那個 唱台語歌的這種 對 還有技巧 然後轉音這樣轉得很開心 是不是這樣 老師 但是我覺得還是 好啦 但是通常都是 上面唱的人很好玩 底下人喝酒喝得很痛苦 對啊 選一下第八名的歌曲 我覺得是王思賢的 《忘香詩琴吧》 你看本土劇的時候 好像常常聽到這首歌 《忘香詩琴》 因為我最喜歡女歌手的就是 《瘦蘭瑪雅》了 第八名的《忘香詩琴》 可是搭配八點檔的 台語經典對唱情歌喔 這個也是搭配戲 也是搭配三粒的戲 《天下第一位》 當時這個劇紅了 聽說收視率有破十 破十耶 破十算過來是大概有四百 四百萬的人在看 對 意思是說有四百萬人看這個劇 有四百萬人聽過這個歌 它不紅也很難 而且也就是說 全台灣五六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人看過 對啊 平均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她每天搶打這個片頭曲 確實傳唱度就很高 對啊 忘香詩琴 不過修蘭瑪雅唱 台語歌的這個味道 也是跟其他的 我們看到的女歌手很不一樣 對啊 聽說她不是 她不會講台語 她是原住民 她是原住民 她不會講台語 她口腔裡面有一種 比較甜的共鳴 那很多 你看我們現在其實 線上流行的國語歌 很多那些歌手 她唱的不一定是 我們自證槍員平常在講話的 反正她是有一個辨識度 她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共鳴 或者咬字不清楚 或者甚至有點ABC槍 那歌反而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但王士賢應該也是算 對唱的天王對不對 她有非常多對唱的情歌 是很受歡迎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第七名 也是王士賢那個 一起來看一看 雲中樂園吧 因為它是聯繫劇的主題曲 還滿紅的 王士賢的雲中樂園 王士賢跟孫淑妹的雲中樂園 因為這首歌聽起來非常的好聽 而且又不會唱其他的台語情歌 聽起來真的一樣的非常 第七名王士賢的雲中樂園 可是搭配了當時非常長壽的連續劇 雲中樂園 雲中樂園也是要搭上電視劇的風潮 當時台語歌能夠曝光的機會不太多 管道不多 所以唯有去搭所謂的本土劇 那是一個最強的一個管道 所以凡是能夠搭到那個劇 聚紅的話呢 這個歌也就紅起來 那這個雲中樂園這個歌呢 搭到的是異難忘 異難大家記不記得 很難忘啊 播了五百多集 五百多集耶 五百二十六集 真的是異難忘 然後王士賢當時呢 他已經算是一歌 因為他不僅是歌手 他也演戲 所以你知道大家印象其實連結起來 是印象很深刻的 對 那當時事情他也出了一張專輯 叫做情難忘 一個叫異難忘 一個叫情難忘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特別來聽一下 這首雲中樂園 我們請許富凱跟方佑欣為我們演唱 謝謝方佑欣、許富凱 我覺得今天都聽第一名跟第一名互相 這樣子配合好多人 好多人 謝謝方佑欣、許富凱 謝謝方佑欣、許富凱 我覺得今天都聽第一名跟第一名互相 這樣子配合好過癮喔 對啊 第六名的台語對唱金曲是哪一首 我覺得這個江蕙的愛丟啊 江蕙的愛丟啊 因為他的歌非常好聽 女生都很喜歡唱 第六名江蕙的愛丟啊 是和陳子虹老師一起合唱的經典對唱情歌喔 2004年江蕙跟陳子虹老師 我給他第一名因為是子虹老師唱的 當紅炸子雞陳子虹老師的作品 對啊 這個歌是就是少數 看誰唱的嘛 好驕傲… 是…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這首歌其實是翻唱曲耶 對 它其實這個歌有點五星插流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錄音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錄音是有吉他嘛 我就休息 拿把吉他在那邊彈 就彈這個歌 他原來是一首菲律賓歌其實 對 然後二姐就聽說這歌好聽耶 我說那你要不要翻唱 他說好啊 後來我們 它原來是一個獨唱的歌 因為它是舞段旋律 再重複 後來想這樣有點無聊 不然我們就 把它弄成男女隊唱 唱個demo之後呢 我就那時候 那時候二姐還不是我們公司 他是別的公司 我是他製作人 我就把那個demo 就丟給他們公司 我說那你們去找個人來唱吧 結果 過了一個月我說 你們找到的人沒有 他們說沒有 後來二姐就說 那不然你自己唱 這樣 對 這可能一開始就是被設計囉 對啊 我有點 我現在回想起來 是有點這種感覺 你的demo一定唱得很好 對啊 人家都隨便唱一下 整個進錄音室 專業的錄這樣 demo有沒有錄了一個禮拜吧 沒有 你是不是練了很久的 菲律賓話 從那時候就開始想了 對 他那時候拿吉他 就已經鋪陳好這首要跟 這已經想好了這樣 其實MV都拍好了吧 沒有…我還沒講就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我說好 那我去唱 可是我的條件就是 我不拍MV 我不唱通告 對 所以經過這麼多年 每次二姐一看到這個MV 她就來唸我一次 她說這是我唯一一首對唱 男主唱不來拍MV的 對啊 你比人家還大排 也不是 因為害羞嘛 害羞啊 對啊… 沒有 這個事情是說 第一 這個歌沒有搭八天檔 就紅了 第二 這歌唱的男主角 沒有在MV出現還紅 那就是唱得很好 沒有… 第三 那個男主角 本來還不心甘情願的要唱 對 是 心甘情不願的 無心插柳柳辰硬對不對 對 無心插柳都唱這麼好 對啊 今天好巧 男主角就在現場 這麼巧 天啊 不要陷害我 他已經入獄的時候好了 沒有啊 我們這首歌真的很不熟 沒有…不行… 我比較習慣聽人家唱歌 但我倒想要問一下子豪老師 跟江蕙姐一起錄台語歌 對啊 他就在報仇嘛 對啊 因為平常我們當製作人就是 這個沒唱好再一次… 是… 好不容易現在輪到他當製作人 我進去裡面唱的時候 那個歌大概被他磨了三天 就是…咬字 我們平常很會挑剔別人的咬字 對 對 然後一進去 他就是為了 有我的路線那個路線那個路 就跟我錄了三天 就我唱得不標準 對 那有些人是這樣子 那我說好 哪裡不標準 你告訴我 像我們是很會講不會唱 有人是很會唱不會講 他就是… 他就覺得你唱得不標準 他又… 我接受不到他所謂的不標準在哪裡 我覺得我唱得很標準 對 就是路線的那個 那個路 對 我說路線嘛 沒錯嘛 對 他就不對 你看那個佩晨現在講的 就是不標準的 一個案例 我就是講得撈肉笨的撈是不是 對…你會有點歐的音 台語歌很難的就是那個發音 因為那個音會影響到你唱歌的那個 那個發音的位置 對… 所以是 沒有啦 可是也不能… 也不能那麼勒 我跟你講 你講的這個是比較我們南部的強 對 因為剛剛老師說 已經有點在横衝外海了 對… 稍微太難不理了 他頭要撈山 撈山… 撈山就可以了 可是因為你是夾一點那種 就不行 那種共鳴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台語歌要唱真的是不容易 很難… 我那次的經驗真的覺得 真的對歌手不要太差 是 所以我們要請老師示範一下 江蕙老師矯正過之後的 那一句到底要怎麼唱 我比較好奇的是 矯正前跟矯正後的差別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三天 不是 子龍你就唱那一句 我們聽一看標準 就是 他可能覺得不夠重 也不是 就是糾正歌手的時候 到後來他唱對了 他是蒙到的 所以呢 對…有時候也抓不到那個編 對 我唱了三天之後 終於他說這樣就對了 我說好 就突然有一天就想筊了這樣 對…然後到現在 我也不知道差別在哪裡這樣 接下來就是 你跟吳申梅要一起合唱 陳子虹老師與江蕙大姐的這首 對 對啊 對啊 謝謝 謝謝申梅 還可以嗎 子龍老師 我唱得真好 我那時候不認識你 不然就這樣 可是我真的 那時候俊英還沒長大 對 還在那個 還在舞蹈腳比賽 其實長大了… 長大了嗎 對 那個時候就是 你知道 是嗎 對… 可是真的要謝謝陳子虹老師 我覺得你找到這首歌 然後把它翻唱成台語 讓這個台語歌的曲風 也有一個新的可能性 真是絕妙耶 對…因為我們其實這幾年 一直都在努力追求台語歌 還有什麼 新的可能性 對… 對 其實我們剛剛就跟 尤紅銘老師在私底下討論說 這首歌其實很多歌手 很多版本 這種翻唱 就是在80年代聽歌的 應該很熟悉 也有這個中正濤的國語版本 之前也聽過 應該是溫拿的 是不是英文版 最早是溫拿翻唱英文版 就是阿B翻唱了這個中文版 叫你的影子 對 你的影子在我的心裡 轉來轉去轉不停 那樣迷人 那樣的美麗 來…謝謝 其實尤紅銘老師剛剛是告訴子虹老師 其實他唱可以唱 對 他還故意唱那句 可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真的是 對 我那時候也剛長大而已 是嗎 這段好好看喔 對啊 那 怎麼最後又會找回你呢 對啊 因為真的找不到年輕的 所以沒辦法 如果要找尤紅銘 不如我就自己來 也沒比我年輕啊 那真的是一首好歌 越來越的排行榜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更精采的 第五名的台語對唱金曲 傷心酒店 是江蕙的傷心酒店 我覺得是傷心酒店 這是我唯一會唱的台語歌 因為有酒的地方 就一定要有錯歌 第五名 江蕙和施文斌的傷心酒店 堪稱是台語對唱情歌的經典之作 有酒的地方 就一定要有傷心酒店 這是1993年 江蕙跟施文斌演唱的 對 二姐真的是 提拔新人厚盡不遺餘力 對 其實他常常把 原來獨唱的歌變成對唱 其實像這首歌也是 他原來是一個日本演歌 是一個獨唱的歌曲 然後他把它 變成對唱 然後那時候施文斌 剛要出片 還沒出片 剛出道 剛出道 對 然後他就找他說 找他來唱 所以那時候施文斌也是因為唱這個歌 就紅了 對 所以二姐她很喜歡去找新人 所以不是不找尤鴻明 是因為他真的要找 太老了 因為我不是新人 對 但是二姐耳朵很靈敏 他就可以覺得說 這首獨唱的歌 他要對唱 對 把它拍成對唱 他這一方面的眼光 真的是滿令人佩服 其實我覺得如果 就這個歌名來講 在當時的酒店文化 燈紅酒綠裡面也非常 這首歌會受歡迎也是有一個原因 對 因為很適合那個時候 投射那樣的心情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第四名是哪一首金曲 是《休假恰你好愛》吧 因為這首歌在KTV 其實都可以炒熱氣氛 還不錯 我覺得是羅時豐 《休假恰你好愛》這首歌 《休假恰你好愛》這首歌 唱這首歌 就覺得還滿有趣的 常常會拿這首歌來鬧著玩 然後告白用的 第四名羅時豐的 《休假恰你好愛》 逗趣的旋律及歌詞 讓人總能亨上兩句 但這首歌我覺得很輕快 受歡迎的原因 有可能是跟一般的台語對唱 有點不一樣 有時候會比較悲情 或是比較慢 這個是比較可愛 輕快的 對啊 你看我們從第十名 倒數下來 這一首歌是比較有輕快節奏的 對 因為大部分的男女對唱歌 台語歌 都是那種很悲情的 因為那樣子好像比較能夠 引起共鳴 但是事實上呢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在90年代 我們的夜店文化又在中南部 流行一種舞叫 其他步 赤仔舞 有沒有一下 這麼年輕啊 安抓挑帝小溫老師 那個時候我不能進去啦 最主要是說 在中南部的這種舞場裡面 對 這種舞 這種節奏非常非常普遍 適合大家來跳舞 對 它有一點類似恰恰 加上吉利巴的混合 那常常會是一個男生可以調 不是調 帶兩個女生跳 有… 對 有這種舞對不對 那所以像這個歌 其實在那舞場裡面 非常適合 所以在某個時期 像這類比較恰恰的歌 非常非常受到歡迎 所以不只是這個 男女對象抒情歌 這種快節奏的 有舞感的歌 也很受到歡迎的 但也是少見這種快節奏 它同時也是一首翻唱歌 對啊 跟那個Ideo一樣 這個歌呢 原來葉愛玲有翻唱國語版 更早期 分送寂寞和愛 分送寂寞和愛 那時候也還滿紅的啊 這同一首啊 分送我的寂寞和愛 你看 資深的前輩一定回笑 對啊 謝謝 謝謝林伯伯 我又中招了 對 老師你點這種歌 就是它最拿手 躲哪裡去 我又中招了 沒關係 現在也配成姐 好 所以我們要聽一下這個 脫離苦情的這種 輕快的台語歌 輕快的台語歌 要由這個 許富凱跟吳申梅一起合唱 小姐請你給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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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許富凱、吳申梅 難怪剛剛有非常多 這個接受我們街訪的觀眾朋友說 這首很適合表白 對不對 在KTV的時候 跟男生互相唱一唱 很可愛 又不會很難唱 然後就傳達情意 在一起 對... 這種歌特別容易上很前面的榜單 你嚇死我了 你接話要接快一點 我剛剛走 這首歌特別容易上這個榜單的前面 你不要停在那裡嘛 這樣子還錄得下去嗎 是... 第三名是什麼歌曲呢 我覺得是伍佰的愛情韓喜歸 愛情韓喜歸 我覺得是愛情韓喜歸 因為我們去KTV都會點這首歌 歌詞很有趣 也適合男女合唱 第三名是伍佰和萬芳的愛情韓喜歸 也是KTV必點的嗨歌喔 你看同樣也是在KTV裡面 年輕人喜歡對唱的 對 表達情意 這個也是比較輕快一點的啦 據說這首歌 應該就是在Live的這個情況下 把它收錄下來的 就是說聽到會這個很熱鬧 很歡快的一個氛圍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會受歡迎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它其實是屬於台語歌裡面 少數可以比較起哄的歌曲 對 比如說像陳生之前有一首叫什麼 那天哪下 對 它後面都可以起哄的 嗨歌的 但是這首歌你看 它有點像 對 它其實在KTV的這個 包房裡面它可以很熱鬧 有種Cue的效果 對 可以玩的 不一定很準 可是大家可以把情緒發洩出來 這種歌其實會受歡迎是有原因的 KTV金榜裡面站比較欠倫 而且這首很適合調情 看看 背著這裡的完全要表達我的意愛 你的溫柔 你的可愛 你的味賴 你的風采 我對你 你的情緒 好適合 妳看 多適合調情啊 對 好適合妳喔 妳以後就應該要這樣子啊 剛剛一直在等妳 什麼時候麥克風要拿起來唱 我很害怕我一唱 有宏明老師又要叫我下台 妳一直麥克風離嘴巴萬里遠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下 第二名的對唱金曲是哪一首 是夢中的情話 我覺得是江蕙的夢中的情話 江蕙跟阿渡的夢中的情話 因為旋律很好聽 阿渡的聲音很好聽 第二名是江蕙和阿渡的夢中的情話 這個原來它的Demo也是獨唱的 又是獨唱 對 然後那時候也是二姐覺得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變成 變成一個男女對唱的歌 因為男女對唱的歌其實在 尤其是台語歌 在KTV其實是很容易 只要這歌好聽 大家有感覺是很容易傳唱 對 就像剛剛你們調情這樣有沒有 就是都會有一種感覺 對 我記得那時候阿渡才剛發片 她是一個新人 剛發片 然後二姐就覺得 她聲音還滿有特色 所以我們就找阿渡來 來跟二姐一起唱這個歌 對 那也沒想到這歌就這麼紅 聽說在錄音室還有一段 小小的 很奇妙的故事 對 這個其實還有 因為阿渡本來就是比較 害羞的那種個性 那阿渡看到我就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看到我後面又坐一個二姐 在配唱的時候 她就整個人是緊繃的 就一直唱不好這樣 然後二姐就坐在後面聽 然後那時候我剛… 也是剛開始跟二姐合作沒有很久 那時候還對她很客氣的階段 現在就太客氣了 現在… 現在因為比較熟比較有默契就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 錄音室我就不對 然後我就回頭說 二姐妳要不要去外面看電視 那二姐說沒關係… 我就坐在那邊就好了 我說好 然後我就繼續錄 錄 然後我就不行 因為阿渡實在太緊張了 我就回頭說二姐妳要不要 去外面看電視沒關係啊 妳不用在這邊坐沒關係 她說沒關係 因為我坐在那邊坐 然後到第三次我才受不了 我直接回過頭去 妳去外面看電視 妳趕她 妳趕她出去 妳把天后趕出去 她會刮耶 對 然後她就 好 然後她就出去 她就想說她 她也感覺到阿渡的那個緊張 後來阿渡完成了這個歌 這不是梓洪老師嗎 所以這歌到底怎麼錄好 我也不知道這個意思嗎 就都沒有人她就很放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聽這首 夢中的情話 就有妳和方又欣兩個人 要用調情的感覺來唱 好不好 謝謝優欣 夢中的情話 今天為大家唱非常多首 這個經典的台語對唱情歌 是的 這麼多好聽的歌 我真的非常好奇 在觀眾還有KTV榜單當中的 第一名是哪一首歌 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一名是哪一首歌呢 我覺得應該是海浦龍 我覺得是黃毅玲的海浦龍 因為很到底 然後很有氣體 我覺得應該是海浦龍吧 因為這首歌男生唱起來 就覺得有個氣靠 就很帥 第一名就是郭貴賓 在獄中所創作出的歌曲 《牌浦龍》 老師 為什麼這首歌是第一名呢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 這個歌者是郭貴賓 他的出身很特別 很不平凡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 他本身的出身背景 這個角色 第二個 這個歌它的內容 他其實是在講一個人 就是迫於現實的無奈 不得不離開家園 不管可能是政治的因素啦 社會的因素 還是經濟的因素 那事實上呢 在社會上真的好多人 都有這樣子 內心有這樣的感受 尤其就是說 可能在這個獄中的這些獄友們 聽這個特別有感受 然後經由他們的傳唱 這個歌就更紅了 然後聽說這首歌就是 他在獄中 聽說是敲打的地板 以這個做節奏 一字一句譜出來的歌 所以他的節奏其實很重嘛 對 最近我們要聽一下 這個第一名的海波浪 請到許富凱還有吳申梅 為我們演唱 這首歌是 歌詞 給你們演唱的 有 jeśli你演唱的 很常悅 謝謝許富凱、吳申梅演唱海波浪 我覺得今天真的很開心 藉由月光寶和這個節目 把很多的經典台語對唱的歌曲 重新的複習一下 給觀眾朋友再聽一聽 是的 所以今天也非常謝謝 所有的老師們還有樂手們 給我們帶來這麼美妙的音樂 台語背景歌曲 唱出心中的苦 寬金鼓勞音 我們是命不得知 我比馬人打臉酒 我比馬人打打拼 雖然你這都是 寬金來作詩